上一回,我们讲到了明成祖朱棣于远征蒙古的途中去世,朱棣结束了他传奇性的一生,终于故去了。 死了的人没有烦恼,也不用再顾虑权力、金钱和前途之类的东西,但是活人却是要考虑这些的。 在朱棣死去的那片哀怨愁云之下,却隐藏着一股股的潜流,不同的利益集团正在加紧行动的步伐,他们争夺的就是朱棣留下的那个最有价值的遗产,皇位。 早在朱棣出发远征之前,他的那个好儿子朱高旭就已经预见到,自己的这位父亲可能很快就要走人了。 于是他加紧了筹划,派出自己的儿子朱瞻熙潜伏在京城,并用快马传递消息。 这个朱高旭呀,他做梦都想当皇帝,但他十分清楚,必须确认自己的父亲抢救吴小死亡之后,才能够动手。 要是情况没摸准,自己就起了兵了,结果老爹来个炸尸还魂或者是戒尸还魂,来到自己面前说, 小子,怎么着,想学爹造反呢? 不用打,自己就败局已定了。 那么在太子党这边呢,朱棣的内侍马云是个并不起眼的人,他平常啊,看上去不偏不倚,然而这个时候,他也亮出了自己的立场,他也是个太子党。 在朱棣死了之后,他以内侍的身份深夜召集了两个人,开个秘密的小会,这两个人分别是杨荣和金又姿。 他们三个人经过密谋做出了一个决定,那就是暂不发丧,每天按时给皇帝送膳食以掩人耳目,并严格控制消息,禁止军营当中有人悄悄的出去报信。 那位说了,这个皇帝死了之后,由于是远征在外,密不发丧,这不是通常的安排吗? 为什么还说他们三个人是密谋呢? 因为啊,这看似寻常的安排,实际上那是暗藏玄机。 怎么回事呢? 朱棣在这个临死之前啊,他召见的顾命大臣,并不是这个马云找的那两个人。 马云找的是杨荣和金又姿,而朱棣呢,找的是张甫。 朱棣在临死之前召见张甫,并传达了传备太子的旨意。 这似乎并没有什么让人担心的,但问题就出现在张甫这个人身上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 因为张甫,他是张玉的儿子。 前面咱们也讲过,张玉那是跟随朱棣一起静难的大将,由于后来战死了,所以呢,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父亲的爵位。 这个张玉啊,还有咱们前面提到的秋福和朱高旭的关系,那是十分的紧密,他们都是静难时候的战友。 在立储的问题上,静难派,那可是支持朱高旭的。 马云召集了杨荣、金又姿两个人,密谋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,竟然没有张甫在场,那实在是十分的不寻常。 很明显,他们有所防卫。 事实证明啊,他们三个人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。 因为在一年之后,朱高旭起兵造反的前夜,派人去京城寻找的那个内应,就是张甫。 在封锁了消息之后,杨荣被赋予了一项最为重要的使命,那就是赶回京城向太子报丧,并筹备太子继位的事宜。 杨荣这个潜伏多年的太子党秘密成员,终于在今天有了用武之力,他是日夜兼程,终于将一命及时送到了太子手中。 朱高旭啊,从头到尾都被蒙在鼓里,等到他知道消息的时候,太子朱高智已经做好了各项准备,登基即位了。 朱高旭先生,你这回又没猜对。 一句教训吧,下回再来,你还有一次机会。 历经了千辛万苦的大胖子朱高智,终于登上了皇位,定年号为红锡。 事实证明啊,这个体态臭的大胖子确实是一个人厚宽人的皇帝。 他的肥胖残疾的外表之下,是一颗并不残疾的温和的心。 朱高智登上皇位之后,立刻下令释放还在牢里边坚持学习的杨博先生,并把杨博召入了内阁。 这个时候,杨士奇和杨荣已经是内阁成员。 那么这么一来呢,这个著名的三阳啊,就同时都在内阁当中了。 这也使得这个内阁成为了明代最强的内阁。 但这个时候也出现了一个问题。 虽然大家都知道,内阁是皇帝最为信任的机构,他的权力也最大。 但是由于这些内阁成员仅仅都是五品官,要让那些二品的上书们向他们低头,确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。 那位说了,这事好办呀,不就是官位低吗? 你这就改吧呀,对不对?把内阁学士也提成二品,不就没事了吗? 可这事情啊,没有那么简单。 你想啊,你这朱高志说改就改,啊,他爹留下来的制度,这尸骨未寒,他就敢改动? 正统的文官们在这个问题上,一向都是很有道理的。 可是不改,似乎又不行,问题总得解决呀。 哎,在这个世界上的无数国家民族当中,要论聪明程度,那中国人绝对是可以排在前几位的。 而他们最大的智慧之一就在于变通。 哎,这样干不行,咱们就换个做法,反正达到目的就可以了,对不对? 此路不通,我们就绕路走,正是这一智慧的集中体现。 这个朱高志啊,他搞了一套兼职系统,既没有改动父亲的大学士品位设置,又解决了这个官位的问题。 他任命杨荣为太常四卿,杨士奇为礼部侍郎,金有资为户部侍郎。 同时呢,还担任着内阁大学士。 这样啊,原先只有五品的小官,一下子就成了三品的大员。 办起事情来呢,自然也就方便多了。 可以说是既达到了目的,又没有改变父亲的制度。 从此啊,这一兼职制度延续了二百多年,并成为了内阁的固定制度之一。 登基之后的朱高志,并没有忘记那些当年和他共患难的朋友们。 在红西元年,也就是1425年,他用自己的行为回报了他的朋友。 在一般人看来,皇帝回报大臣,无非是赏赐点东西,夸奖两句。 而这位朱高志的回报方式,却着实让人吃惊,在历代皇帝当中,也算是极为罕见了。 同年四月的一天,朱高志散朝之后,留下了杨世奇和谦义。 他呀,有话要对这两个人说。 在当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当中,无数人都背叛了他,背离了他。 只有这两个人,在他极端困难的情况下,依然忠实地跟随着他。 杨世奇自不必说了,千亿虽然为人低调,却也一直都在他的身边。 年华逝去,大浪逃杀,这两个经历考验的人,绝不仅仅是他的属下,也是他的朋友。 朱高志注视着他的两个朋友,深情地说, 朕监国二十年,不断有小人想陷害我,无论时局之艰难,行事之险恶,心中之苦,我们三人共同承担。 最后多亏父皇人名,朕才有了今天呢。 回顾以前的艰难岁月,朱高志感触良多,说着说着,竟然流下了眼泪。 杨世奇和千亿,这个时候也是气不成声,他们说道,先帝之名也是被陛下的成孝仁后所感动的啊。 就这样,历经艰苦心酸的三个朋友,哭成了一团。 在我看来,这种真情的表述,远比那些金银珠宝更能表达朱高志的谢意。 朱高志没有辜负杨世奇的期望,他确实是一个好皇帝。 虽然朱高志是一个短命的皇帝,这个皇位还没有坐热,就去向父亲报道了。 但是,在他短短的一年执政期间之内,他维持了大明帝国的繁荣。 为什么在这就不细说了呢? 因为这些夸皇帝的内容,大概都是千篇一律,什么恢复生产,勤余政务等等等等。 这些套话废话,我实在是不愿意在这重复,估计啊,大家伙也不愿意听。 如果有意深入探究呢,您可以去考察相关的教科书。 在我看来啊,这些都是皇帝的本分事情,而真正能够体现朱高志的宽人,并给他留下不朽名声的,应该是这样的一件事情。 什么事情呢? 咱们已经说过,朱棣在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去世。 根据规定,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,皇太子在父亲死后,可以马上登基为皇帝。 但是,绝不能马上把当年改换成自己的年号元年,必须要等到第二年,老爹的尸体凉透了,才能够立下自己的自号。 你比如说,朱棣在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去世,朱高志呢,立即继位,并且有了自己的年号红夕。 从七月到十二月这段时间呢,实际上已经是朱高志的统治时期了。 但这段时间还只能算在永乐二十二年之内,只有到了第二年,也就是一四二五年呢,才能够被称为红夕元年。 在这段时间里呢,是皇太子们的适应期。 用通俗的话说,就是走出自己父亲的影子。 一般在这段时间之内,新皇帝们不敢太过放肆,对父亲们留下的各项命令政策,全都是照本宣科。 即使自己想要当家做主,改天换地的那位,也多半不会挑在这个时候。 可是就是这个忠厚老师的朱高志,在自己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的情况下,在这段时间内,就敢于更改自己父亲当年的命令。 这在当时的很多大臣们看来,可是大逆不道的事情。 但在我们看来,朱高志的这一改革,实在是干得好,干得大快人心。 那么这件事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,在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的一天,朱高志突然下达了一道照令。 凡是建文帝时期,因为静难而被伐末为奴的大臣家属们,一律赦免为普通老百姓,并发给他们土地,让他们安居乐业。 咱们前面讲过,在静难的时候,朱棣是杀人无数,伐奴无数,比如齐太,黄子成,方孝儒等人,也被定性为奸臣。 这件事啊,可以说是板上钉钉,断无更改之理。 然而这个时候,他的儿子朱高志,却突然下达了这样的一道旨意,让很多大臣都是措手不及。 可更让他们吃惊的还在后面。 朱高志接着问大臣说,齐太和黄子成还有无后人呢? 大臣们半天才反应过来,有人回答说,啊,齐太有个儿子。 当年只有六岁,所以免死,被罚戍边了。 黄子成没有后代。 其实啊,这个黄子成后来啊,有个儿子,当年改姓脱逃了,也被赦免了。 朱高志听了大臣们的回答,沉吟了很久,说道,赦免其太的儿子,把他接回来吧。 他接着又问,方孝儒可有后代? 大臣们目瞪口呆。 方孝儒,您说的是那个灭了十足的方孝儒? 这十足都灭了,还上哪儿去找后代去呀? 您不会是拿死人开心吧? 可这皇帝已经下令了,就赶快查去吧。 这一查呀,还真查出来了。 方孝儒本人虽然没有直接的后代,但确实有个亲戚。 这个方孝儒的父亲方克勤,有一个弟弟叫方克家。 这位方克家有个儿子叫方孝父,这是这个算是方孝儒的堂兄。 当时啊,也被罚冲军戍边去了,这个时候是终于可以回家了。 比起这些宽人的行为,更让人吃惊的是朱高智所说的一句话。 什么话呢? 这个朱高智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说道, 建文时期的很多大臣们都被杀掉了,但像方孝儒这一类人,都是忠臣啊。 底下的大臣们又是一片目瞪口袋,鸦雀无声。 忠臣,您父亲不是说他们是奸党吗? 到您这儿就给改了? 那么说您父亲那是杀错了? 就在这样的一片争议声中,朱高智完成了他的壮举。 在立足慰稳的时候,朱高智敢于凭借自己的正义感和良心,改正自己父亲的错误,不为人言,不怕反对,这是毫无疑问的壮举。 真正的人后也是需要勇气的,那么朱高智就是这么一个勇敢的人。 虽然这位名人宗短命,只做了一年的皇帝, 在明朝的所有皇帝当中排名倒数第二。 但是仅凭着这一件事情,就足以对得起他嗜好当中的那个人字,也无愧他一代英主的美名。 如果让这位名人宗接着干下去,相信大明帝国一定能够繁荣兴盛,欣欣向荣。 可惜还是应了那句老话,这好人不偿命。 在红西元年五月,只做了十个月皇帝的朱高智病重,不久之后就去世了。 这位厚道的皇帝就此结束了自己的一生,但他的一举将始终为人们所牢记,至少那些被赦免的人们会永远记得。 朱高智去世之后,皇帝的位置又空了,但是这个位置注定不会空太久,很多人都在这排着队等着呢。 当朱高智病重,神武英明的太子朱瞻基自然十分关注,除此之外,还有一双眼睛也在盯着皇位,这自然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朱高旭。 这个朱高旭啊,虽然是屡战屡败,却屡败屡战,以大无畏的决心和毅力,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搞阴谋,搞破坏。 那么朱高智呢,十分的人厚,并没有因此而处罚他,只是给他小小的警告而已。 而这位无赖兄弟却越发的嚣张跋扈,现在呢,他眼见着朱高智病重, 也就开始了自己的又一次夺位阴谋。 吸取了上次的教训,朱高旭加强了情报工作,安排了很多眼线,时刻盯着朱高智。 当然,不是为了保证他的安全,而是要确定朱高智什么时候死去。 朱高智的计划是这样的,他考虑到京城的三大营,要收拾自己手下的那些虾兵蟹将,简直是易如反掌。 出兵攻打京城,那就没有把握,几乎等于自杀。 所以他决定拿朱高智的儿子朱瞻基开刀,他准备等到朱高智的死讯之后,便立刻在道路上埋伏士兵,等待太子朱瞻基奔丧路过之时,一举将其歼灭,然后呢,趁乱登上皇位。 朱高智对自己的这个计划,那是很有信心,怎么来的这个信心呢?来自作案实践。 之前呢,咱们讲过,朱高智的封地是在山东的乐安州,而太子朱瞻基呢,是驻守南京,有那么个惯例,太子啊,都要在南京守着。 只要死讯传出,太子必然会从南京出发,所需的时间呢,比较长,可他朱高旭,却可以从容不迫的安排好士兵,等待着太子的到来。 乐安离北京很近,南京离北京很远,所以朱高智一死,最先得到消息的自然是了朱高旭。 等太子听到风声赶来京城的时候,他的士兵呢,就可以在路上等着了。 朱高旭自信的认为自己有充分的作案时间,他心想,朱瞻基呀,你就认命吧。 朱高旭的主意应该说是不错的,但不幸的是,他遇到了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。 这件事情,不但是他的计划落空,也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谜团。 那么,这个谜团到底是什么呢? 咱们下回接着讲。